随着Omicron这个疫情 可以说是越来越可控制 国际旅游开放也成了当前热门话题 观光局近来和指挥中心讨论 最快三月可以开放商务客入境 接下来第三季第四季也有望讨论国际跨境旅游 但是观光业者现在已经苦哈哈了 说旅行业已经是弥留之际 建议早点开放 孩子上起歌准备好出国去大玩特玩 这样的荣景许久不见 几个月后就可能重现 目前观光局指挥中心正在研议 三月后有机会先开放商务客入境 也提出第三季及第四季开放国际跨境旅游建议 但的业者来说早一天开放 才能早一天从苦海解脱 今年度已经在在迷留状态 如果说一定要到六月底才考虑看看的话 不能够在第二季立即赶快开放边境 有出国出境的一个出国旅游业务的话 根本就是盐水救不了境 就希望开放时间能提早 看看Omicron迁伏期仅有二点九到三点四天 几乎百分百会在十天内发病 按照疫情趋缓速度 三月中旬开始入境隔离就可能缩短为十天 随着疫苗覆盖率越来越高 专家乐观四月份有望缩短为五天 到了六月份完整接种三剂疫苗的人就可以免隔离 但时程规划谈不拢 各界声音都不同 配合疫苗 如果有打了三剂疫苗进来的人 我们也可以考虑来试办 这个所谓的不需要可离检疫 来迈进六月的这样的一个 以后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完全解封的这样一个阶段 我个人觉得说 这个是太乐观的一个想法 那因为Omicron它不只是在 因为目前我们都知道 Omicron它需要打三剂 效果会比较好 那其实我们民众来讲 目前打三剂不到30% Omicron还在国际肆虐 国外确诊数字居高不下 但国内防疫表现好 能不能开放国门各界热议 寻找解放 记者何仁凯素时捷台北采访报道 疫情肆虐全球已经两年时间了 大家都在说实在是好想出国 事实上已经有不少国家选择和病毒来共存 像是泰国跟菲律宾 都已经在今年的二月份重启边境 只要你打满两剂疫苗 就能够免隔离入境 好 另外是日本的部分 也针对商务课还有留学生 力拼要在二月份缩短 这隔离期间限制 而我国现在也要陆续来松绑边境管制 有一声是乐观地认为 这最快在年底是有机会可以出国 但是返台还是需要检疫措施 满山遍远的樱花谷沿着街边绽放 就是这本色崩暴 让旅客得不及飞到日本朝圣 随着边境检疫将逐步松绑 离结崩出国更进一步 喜欢的像日本 韩国 泰国 或者是菲律宾 甚至是越南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希望 能够跟台湾建立一个 互相互会友好的关系 但有达人也提醒 若赶在年底飞 飞行成本机票空大涨四倍 而目前不少国家 也不打算严防死守 甚至泰国和菲律宾 都已在二月重启边境 打满两斤疫苗 就能免隔离入境 日本也针对商务科 和留学生立平二月缩短隔离期 另外接种完两斤疫苗 哈韩族隔离时间 也从十天减少到七天 除了亚洲澳洲 也将在二十一号接力 而有望赶在三月 还有马来西亚和越南 在美国去年十一月开始 接种完两斤疫苗 就能放行 又望先充一波 像是美国日韩等陆续解禁 选择与病毒共存 而医师也乐观表示 年底就有机会出国 全世界都没有办法承受 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所以大家应该会 寻求在今年下半年 让这个国际旅游变成 恢复类似跟以前一样的状况 要去日本旅游的人 最好就是把三次疫苗打完 身上就买一些抗病毒药物 一千四年全球两年 随着疫苗等药物陆续到位 各国放宽边境检疫 周围的观光旅游看到解封曙光 但面对造化病毒 还是不得轻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